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Hailey的频道 今集我们来到富士山下 和大家去体验一下山中湖的Fission Camping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着富士山 消棉花糖 还有浸湿街温泉和焗桑拿 最后还有OLED 好了 首先和大家看看我们入住的山中湖豪华露营 其实富士山脚下有五座湖 合称富士五湖 而为于山离沿山中村的山中湖 就有6.57平方大 亦是最近富士山的一座湖 而我们入住的Fission Camping 就以豪华露营作为卖点 不说太多了 我们就看看它有多豪华 我们就在这里 我们的房间在这里 虽然它说是露营 但其实里面有齐厕所厨房 灯光水电 即是酒店有的设施应有尽有 很棒 我这里看出去看到富士山 看见到吗 就是一个烟 这个就是富士山 我买了一点就看见到 其实它户外的位置都挺大 如果整家人一起来 就可以坐在这个火炉边 一路消灭花糖 一路看富士山 而洗手间也非常阔 最棒的就是套房还会包上私家温泉 分别有40度左右的泉水和17度 最另外意外的就是户外都可以有焗桑拿 好 就和大家看着这么多 吃完个晚饭我们再看睡房 首先我们今晚的晚餐 其实以两个人的份量来说 它也算不少 而且它也收拾得很好 大家一楼 接着 我连续都自备了半年 怕不饱 怕不饱 这个有旧东西 有一块东西可以 教你怎么煮 还是日文来的 总是 看真一点 原来是有英文的 他们会提供一个 类似BBQ的铁板楼给我们 今次是一二厨房 就是成品大概就是这样 味道也不错 另外也会给大家看一下早餐的份量 有果汁 三文鱼 虾 海鲜配意粉 还有少少火腿揽盆 这间就是睡房 它有整套叉电各样设置 窗口位也很贴心 放了凉帐 日后就可以看着富士山 晚上就可以像我们这样摊在这里看星星 这边有个遥控的 可以教蓝风和暖风 合作一步 有些衣服就挂在这里 这个就是床头 注意颜色 有些脱臭的东西 有个化妆桌 房间的设施大概就是这样 看完之后就是时候去浸温泉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泉水,硫黄味非常之重,即是對身體非常之好 其實不是,其實我來找一些蜂蟲 超多蜂蟲 這麼大的火爐當然不會浪費了它 首先請他們的營地職員幫我們起火 一開始的時候,那些柴是免費的 然後,如果你想再加,就要付1650元 即是大概一塊港幣 這個火燒兩小時 然後,如果炭不夠,就在另外再付錢 我們今晚就是燒一件花湯 番薯 對 可以嗎? 嗯 可以再熱一點 好像不夠熱 對 但裡面已經很濃郁 按一下 看到拉絲的感覺嗎? 其實我覺得這間餐廳很好 環境又很好,又很乾淨,很乾淨,很乾淨 然後,有些員工都會說英文的 但不方便的話,就要自駕油過來開車 價錢方面,我覺得以這個質素來說也不是很貴的 我覺得是合理的價錢 可能我們現在是禮拜 所以價錢就可能2000多元一個人 一晚,包兩餐 雖然那兩餐是要自己煮的 還有,那間餐廳是可以帶狗狗來的 所以,Biru可以下次來 對 出發去下一站之前 我們其實還有一站 就是OLED 車程30分鐘之後 就可以去到這個預電場的OLED 這裡是13萬日圓 香港買是貴很多 職員還會很貼心 幫你計算去水之後的價錢 我的男生大概是26000日圓 兩個 截了之後 不,應該不是截了之後 應該是Tash Free之後 為什麼要99000日圓 為什麼要99000日圓 現在退了上以後 需要31000日圓 三分的價錢很便宜 很棒 一日可以這樣拿 對 耶 我買了這三人 OK 這個OLED超大 原來還有一條橋走到對面 除了買三副鞋子之外 當然少不了去日本 探望我們的比卡超 這個 這個很難捉的 知道嗎? 還有它嗎? 這隻很厲害的 這隻知道是什麼嗎? 可以控制你 控制你的心理 這隻是 今集的內容是這裡 記得訂閱和追蹤我們的頻道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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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